而花莲县卫生局在今天举办了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的接牌启用典礼 亲自到场主持的花莲县长许正卫表示 县政府整合了县内教育、社福、司法、警证以及卫生、医疗等资源 让乡亲能够获得更专业的资讯以及单一窗口的服务 进而守护乡亲的心理健康 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接牌启用典礼 由县长许正卫亲自主持 许正卫表示整合县内教育、社福、司法、警证以及卫生、医疗等资源 让乡亲能够获得更专业的资讯以及单一窗口的服务 县政府非常重视县民心理健康 将心理健康的概念融入参与各项活动的推广 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同样的重要 因为拥有健康的心灵才能够帮助我们克服每天的生活压力 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难题以及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 达到稳定社会家庭的和谐 这个中心的时候 身心健康以及防治防瘾中心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我觉得这是想法太好了 为什么 因为老天爷是天然的地景地貌 山海是最好的疗愈的母亲 而花莲正足有如此的特色 但是在都会地区 我们真的这个也很同情 但是对于都会地区的人 第一个生活在密闭以及拥挤的空间 那空气又不好 阳光空气水 有没有这么理想的时候 我们都希望透过无论是专业的医疗 或者是自我压力的疏解 以及来到花莲享受一趟自然的疗愈旅程 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分成一到四楼 一楼提供医疗门诊服务 二楼提供心灵咨询资商服务 三楼为社区心理卫生中心 四楼毒品防治危害中心 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醒相亲 多关爱自己也多关心收拾的人 如果有朋友有心理上的困扰 可以拨打安心专线192524小时全年无休 持续伴伴服务你和我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